Adventistry 48 00 lim steps 這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277 你有發燒的症狀 血尿那個 筝靜的兒子 對 策靜的兒子 你有發燒的症狀 你為什麼寫無症狀 那些都是判斷 人為祛書牒家 那是判斷的基準 你有發燒的症狀 有沒有咳嗽 有沒有什麼 你竟然都寫無症狀 那寫了無症狀之後 現在就有一個 在經過你兩個人確診 所以你那個無症狀 或者菲律賓的醫院 說你是陰性的 那個不存在 那根據我們這次 通過的特別條例 這也順便給大家教一下 這人說台灣都發十萬 二十萬 一百萬不好 我們是有徒刑的 不是沒有 那是比例原則 所以根據特別條例的第十三條 你有疑似症狀或確診 隱匿導致第三人確診 兩年以下有去徒刑 這要罰兩百萬 而且有刑事責任喔 對 有罰 這才要罰的喔 就算沒有特別條例 我們的刑罰裡面 因為隱匿流行疾病 治人餘病的話 也是兩年以下有去徒刑 所以他爸爸被記憶大過 被拔關 他兒子可能有刑事責任 還有有罰款 因為他兒子在簽這個單的時候 旁邊有沒有人陪他 我一直講 有沒有特權要看這個 你說我跟鳳姨大哥實在 你們家要進來 我去接一個平常 人陰性性數算了 現在是防疫作戰期間 你去接的人 有沒有帶他走 比較簡單的通道 如果有叫特權 對 你去接的人 有沒有陪同在旁邊 填寫這個檢查表 這沒有 這不用了 那如果有的話 你們兩個是在一起喔 而這一個是刑事犯罪 不是陳時中指揮官說 這沒有就沒有 這是檢察官的職權 也就是從你的旅遊史 有沒有隱匿 而你隱匿之後 導致有沒有人確診 都有 當然是兩個人 他有去逃避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